TOP147.COM訊 1月3日晨2019 斯洛克冠军联赛第一小赌战霸 首日保持不败战绩的马克金 从天堂滴入地狱 连出三轮悲惨出局 命运相反的利索夫斯基 连胜三茶 从倒数第二月升为正数第二 最终该组冠军 则又再度轰出四杆破百的罗伯逊夺得 剩余最多加上小组冠军 以及丹杆最高帮塔兰奖 6800G棒奖金比赛首日 攻投杀手马克金强势 取得三战全胜的开门红 进入第二比赛日后 马克金先是在状态并不差的情况下 遭遇火爆的利索夫斯基丹杆 109分和两杆60加 3比1逆转 接着又0比3遭遇罗伯逊凌峰 最后再为吉米罗伯逊3比1翻盘 如坐过山车般 从第一调至倒数第二杯坦出局 与马克金遭遇截然相反的 是利索夫斯基 首日比赛结束后 仅以一胜二负位列倒数第二了他 今日在与前者比赛中找回状态 连打五干五十加先后3比2 绝杀汉密尔顿和沃顿两人 直接跃升至小组第二 小组龙头的位置 则由墨尔本机器罗伯逊夺得 此前打出两杆破百的他 第二比赛日 延续强势 在天翼杆124分和三干五十加 小组战败后四胜二负 并凭借15个胜局数利亚战绩相同 但胜局数 只有14个的利索夫斯基占据投名 其他球员中沃顿 汉密尔顿 以及吉米罗伯逊三人 同为三胜三负 不过 后者因胜局数的劣势 趋居第五无缘单败阶段的比拼 而之前就一胜三负的米尔金斯 持续低迷 先后赋于汉密尔顿和罗伯逊小组垫底 与马克金一同告别本届冠军联赛 单半首轮罗伯逊和利索夫斯基两人继续高光表现 前者一杆128分和一杆70分3比0 横扫汉密尔顿后者则三杆50加 3比1完成对沃顿的双上 两人会师决赛争夺第一组冠军军决赛中 罗伯逊74比53 拿下手盘缠斗后火力全开 连续轰出单杆110分和115分3比0 完胜利索夫斯基率先杀入胜者组 15个胜局数加上单杆最高的139分 再加冠军总共为罗伯逊带来了6800斤磅的不错收入 第二小组争夺将于北京时间今日晚间无缝衔接 利索夫斯基、沃顿、汉密尔顿以及吉米罗伯逊 将与新加入的联赛之王特鲁姆土 比利时子弹布雷切尔 以及90后第一人威尔逊 继续进行抢前大战 中国体育将对赛事进行全程独家直播 欢迎大家观看